报告院会 现在继续开会 进行第26条 请先读条文 法院得失前行对候选国民法官之全体部分或个别为之 且不以一次猥献 候选国民法官对于第一项第二项之询问 不得为虚伪之陈述 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 候选国民法官不得泄露 应参与选任其日而知悉之秘密 法院应于第一次询问前告知候选国民法官 前二项义务及违反执法律效果 民主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 法院问界刑第27条之程序 得一直询或检察官庇护人之申请 对道庭之候选国民法官进行训问 前向法院训问后 由检察官或辩护人直接训问之 前二项训问得失进行对候选国民法官全体部分或个别为之 且不以一次猥献 候选国民法官对于第一项第二项之训问 不得为虚伪之陈述 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 由前条第一项但说锁定情形 候选国民法官不得泄露 因参与选任其日而知悉之秘密 法院应于第一次训问前 告知候选国民法官前向义务及违反之法律效果 时代力量党团修盛动力第26条 审判长未进行第27条之程序 得以直询或检察官辩护人之申请 对到庭之候选陪审员进行训问 前项询问经审判长认为适当者 得由检察官或辩护人直接行之 前二项之询问 审判长得失进行对候选陪审员全体部分或个别为之 且不以一致违审 候选陪审员对于第一项第二项之训问 不得为训问之陈述 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 有前条第一项但书锁定其行 候选陪审员不得泄露 因参与选任其日而知悉之秘密 审判长应于第一次训问前 告知候选陪审员前二项义务及违反之法律效果 国民党党团修盛动力第26条 法院未进行第27条制程序 得依及及局或检察官庇护人之申请 做到庭之候选参审人 对到庭之候选参审人进行训问 前项训问经法院认为适当者 得由检察官或辩护人直接行之 前二项之训问 法院得失进行对候选参审人全体部分或个别为之 且不以一次违审 候选参审人对于第一项第二项之训问 不得为虚位置陈述 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 候选参审人不得泄露因参与 选任其日而知悉之秘密 法院应于第一次训问前 告知候选参审人请认为 依然义务及违反之法律效果 宣度来必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参委员玉兰发言 改成曾明中 好 好 那就请李委员贵宾发言 曾明中 他要改成曾明中 好 那请曾委员民中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审查国民法官法 首先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要进行司法改革 不管是司法院自己的调查也好 或者是国立中正大学犯罪研究所的调查也好 民众对法官能不能公正审判 其实满意度非常非常的低 只有三成 过去更低 所以蔡政府 或者过去的政府 我希望进行司法改革 那这一次的征典在于到底要采用陪审制 或者参审制 陪审制 过去民进党强力支持 一定要推动陪审制 但是这一次改选更章 改为参审制 但是里面最重要的 差别是 参审制 由参审员跟法官共同进行事实的认定 还有法律的适用 还有刑者的量 量定 那陪审制是陪审员单独进行事实的认定 最后独立做成到底有没有罪 也就是集中在事实的认定 那基本上国民党的立场是 因为既然要进行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司法改革 所以国民党希望有相关的配套 比如说民进党强力推动的参审制 到底会不会到时候 这六位国民法官跟三位专业法官 到时候会不会 这六位国民法官会不会沦为花瓶 会不会完全由专业的法官来主导 而且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任何的录音录影 所以国民党的主张是 假设要采行参审制 真正要发挥司法改革的效果 必须录音录影 也就是要回归国民法官法第一条里面所强调的 必须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 但是假设你现在的参审制 不公开也不透明 我真的强烈怀疑 在座所有的立委 到时候通过了参审制 又走了一招 到时候没有办法发挥 司法改革的效果 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一起顺重 要么全部录音录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曾委员 继继继续请林委员 易华花言 好主席和各位同仁 我们这次讨论的我们有关参审法的部分 当我们在临时会做这样的处理 其实我们都觉得是过于的仓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内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声音 从来都没有停过 长期以来 我们都看到有些法官 因为贪污 或是政治介入司法 或是恐龙判决 或是恐龙法官 等等的司法弊案 从层次不穷 已经让民众对司法审判的信心 一再的下降 那若连法官判决都不能相信 都让人怀疑 社会还有什么公平正义 民众对司法改革的期待很高 但看看这次 司法院提出参审制的草案 非常遗憾的是 没有办法彻底来解决 大家对于司法改革相关的疑问 那这次当然我们很多的 在条文的细节 我们也讲了很多 在执行面上的问题 可是民众要的是 一步真的能解决司法负面形象 司法改革的草案 而不是一个急旧章 然后呢 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一个草案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还很多的团体 都在外面表达相关的意见 而对于这样一个草案 每一个条文 其实我们都希望 都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经过在民间的辩论 让他能够更符合我们大家的期待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急 在临时会 就必须要这样子 透过三天 还要加班到凌晨十二点的方式 紧急来通过 而不让民间的声音 彻底的来做相关的表达 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状况之下 所以其实在司法院 看到对司法改革的民意调查 其实有高达66%的民众 是不满意司法改革的成效的 也有54%的民众 不相信过去一年 法官是公正审判的 甚至有56%的民众 不信任法官 但是在这次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草案的精神上 有可能变成民众 只是一个背书的状况 因为在所有的 在讨论的过程之中 其实都不会录音录影 也不会有相关的逐字稿的出现 所以像这些 我们都觉得是违反 现在大家对司法改革的疑问 而也没办法来解决 相关大家对司法改革 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次 真的能够展现 展新的一面 而大家是存疑的 也认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的 希望这样一个 强度关山的做法 我们能够在 立法院不要再出现 这样一个所谓碾压式的民主 而是真的听到民众的期待 谢谢 谢谢林委员 继续请座委员 村民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早 我想从昨天25条到刚刚26条 大家有听到所谓的公开透明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立法目的 我们就是说 这一次的国民法官法 就是要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但是所谓司法的透明度 是让国民法官进来参加审判 让国民法官的意见 能够来影响 能够来跟法官讨论 但是不是每一个程序 都要所谓的公开透明 因为有它不同的规范目的 这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指明 为什么昨天我们讲的选任程序 不能够公开透明 因为选任程序就是在选国民法官 就是检察官律师在针对 他将来他要怎么样来挑选这些国民法官 他要提出一些询问 询问的内容就会包括年级资料 就会包括一些隐私 这些东西 这些我们要请国民法官来帮我们完成审判的 这样一个神圣任务 我们怎么忍心把他的隐私 怎么忍心把他的年级资料 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呢 请大家要务必辩明 今天听了国民党委员的发言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把因为今天换了 大家轮不同的委员来 那我们也感谢他们的参与 只是说好像就是把昨天的发言 又拿到今天来重新念一遍 昨天他们讲 陪审团没有办法一致决 其中如果没有办法一致决 那一个难道就不能达成判决 他们用这个来说 那这样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无罪推定的原则不是这样讲的 无罪推定的原则是说 国民法官职业法官进来这个审判庭 我们不能够有预断 我们要基本上从无罪的这个部分 去来参与这个审判 用无罪推定的这样的原则来参与这样审判 然后所有的相关证据 在这个公判的审判庭 一件一件的提出来 一件一件的质询 一件一件的询问 这个叫做无罪推定原则 这个叫公开审判原则 不要把陪审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决 那个人有一个人 其中不赞成其他八个人的决定 这个叫做无罪推定的原则 国民党原来的版本是国民参审法 那现在两制并行 所以他们说如果采陪审制 也不需要一致决 没有关系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请你们去看看你们提出来的条文 没有在规范说如果适用陪审制的案件 到底是要一致决还是多数决 我想国民党的这个司法改革 或者司法的这个大将 苏永青法官看到你们的发言会掉泪 谢谢周委员 继续请王委员婉玉发言 我们一再的提到为什么要让人民参与审判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子不透明公开的过程 能够避免 然后重拾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时代力量 希望能够主推陪审制 因为唯有陪审制 我们才有让人民能够认定事实 不受职业法官的影响 不受职业法官的干涉 而职业法官仅专责在法律审的适用 也因此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公开透明 我们希望能够纳入人民的意见 我们在陪审员的选制上 我们希望能够有到 能增加到酒位 那这些意见都能够充分的被交流 也因为基于公开透明的原则 所以我们在第26条的第5项 特别提出来的是 我们在法官选任的部分 我们应该要采用公开透明的原则 这个原则当然不涉及个人的隐私 所以我们希望在第5条的部分 以目前审查会的条文 很容易将选任原则 原则上呈现不公开 但是实力主张陪审员的选任 程序非常的重要 要保障公平的法院原则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应该秉持的公开透明 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 才能够才会选择不公开 也就是第25条第1项的部分 符合这样的情况 我们才会选择不公开 法院组织法的第86条规定 法庭的原则上 法院原则上是公开行之 并且让审判长就个案有裁量权 可以决定不公开 因此当陪审员到庭选任 接受选任的时候 是应该在公开的原则下 公开的程序下 但是能量 但并不违反应该要进行保密 应该要保护的个资 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并不冲突 并不是因为必须要公开选任 透明的这个原则 程序而影响的保密的原则 所以在第26条的部分 时代力量在第5项有所不同的意见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为什么人民总觉得司法很遥远 总觉得这些法官是恐龙法官 就是因为过去在这些过程当中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非常的没有办法让人民能够理解 没有办法公开透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主张 陪审制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非用现在的参审制 因为参审制毕竟还是有三位职业法官 而只有六名国民法官的情况下 很容易因为法官的专业 而影响到这些庶人们 对于司法的见解 对于法案的见解 对于个案的理解 以上谢谢 谢谢王委员 继续请代委员相联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早 我想从23 24 25 26等等都在处理 国民法官选任的程序 以及相对来讲就是有所谓的拒绝权 挑选出不适任的 或者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些国民法官 那我想在26条讲得很清楚 我想要先救教的就是我们的两院会宣版 就是他们在第二项里面 有针对 就是针对国民法官的这个讯问 其实是检察官辩护人 申请之后 就可以到请候选的被为国民法官进行讯问 但他第二项写说 经法院认为适当者得由检察官或辩护人直接行之 当时我们也不明白这个所谓的适当者 这三个字在法律的见解里面有没有一个定义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是觉得应该要明确一点 所以我们做了个修正的条文呢 就是针对前项是法院讯问后 有检察官或者是辩护人呢 能够这个直接讯问之 来取代这个适当者这两个字 那再者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整个选任的程序呢 我们也认为公开透明的做法会比较适宜 原因就是说 在现在的很多国民法官的选任里面 不得不还是会有受一些影响 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担心 这些人是不是呢 跟相对的一些被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证人等等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连结是我们没有调查清楚的 所以在很多的资讯里面都涉及到 一开始要对这些国民法官的这个调查表 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检辩 特别是辩方能够去操录 能够去看到他相关的资讯 但看来呢 这个司法院这边也是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一个 让辩护人可以得知他的调查 所以拒绝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对于被这些候选的国民法官呢 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知道 他到底适不适合做相关的这些职务的本身 那最后我想刚刚周春宇招伟有提到这个无罪推定原则 确实如果少您说的这个陪审制 因为有一个人反对呢 整个都反对 你说这个不是无罪推定原则 但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回归 这两个制度本来他审理程序就不同 那六个国民法官跟三个职业法官 合审合判的时候 大概只要各有一人呢 或者是相对来讲各有人表示意见三分之二 你们就可以决定 那陪审制基本上呢 就是要一致决 所以这部分当然就是回归到说 我们当然觉得这不一定等于叫做无罪推定 但是我们的一致决 也是希望尽量达到 你检方如果整个控方的这个辩论 都无法说服这些所有的陪审员 那当然就是以无罪的方式来做的 这个一致的决定 这个时候当然就比较能够 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 这是我们以上的说明 好 谢谢赖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 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进行表决 按您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的 谢谢 打击 对 现在 多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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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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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委員議員聲明對昨日最後一次表決與民進黨黨團一見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主持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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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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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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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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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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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